2021年12月17日 亚特兰蒂斯文明 人类不能重复我们的错误 传导 而Anna Velasquez 译者扬声传导 亲爱的医们 你们好 我们是亚特兰蒂斯文明 我们向仍在沉睡中的人类 发送高维波 以唤醒他们 不要错过我们的错误 他们参与扬声的机会 我们在这个时候的出现 并不是巧合 我们等待这个机会 已经很久了 数百万年前 我们生活在你们的星球上 亚特兰蒂斯沉入了海洋 关于我们存在的故事 有很多个版本 柏拉图是第一个 在他的著作中 提到亚特兰蒂斯的人 亚特兰蒂斯是为了安全起见 在岛上建造的 以保护我们免受外来者和其他实体的袭击 我们的发展达到了六个方面 我们使用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水晶 它们像你们和我们一样是有生命的 宇宙中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 我们用它们来驱动和保护亚特兰蒂斯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光明 幸福和爱 直到我们中的一些人 因为打架和争吵而变得黑暗 我们的社会分裂了 我们的进化开始衰落 是的 我们因为二元性而失去了我们的土地 你们的种族现在仍然在经历着这些 想我可以占据任何社会的优势 有一天发生了灾难性事件 我们美丽而充满光明的亚特兰蒂斯 沉入了大海 黑暗灵魂亚特兰蒂斯人 故意摧毁了这个基地 这个基地会支持这个岛 保持在水面之上 大多数静存者离开了你们的星球 在恒星系统中找到了一个新家 在那里天空改变了颜色 我们可以躲开不友好的实体 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正确地透露亚特兰蒂斯在你们星球上的位置 只有我们和宇宙真理守护者知道正确的位置 现在它需要继续成为一个秘密 过去需要成为过去 这是它为什么是过去的原因 我们不希望人类重复我们的错误 让侏儒判断 愤怒 嫉妒等情绪在你们的社会中占据上风 你们是光之灯塔 你们需要拯救你们美丽的盖亚 让全球团结起来 击败黑暗的控制 为银河系的这一部分带来一个新时代 我们相信你们的胜利 我们向人类表达我们深深的爱和力量 谢谢宇宙管道 只有现在才是最重要的亚特兰蒂斯文明 2021年12月17日 大天使迈克尔释放不可阻挡的神圣力量传导 而Anna Velasquez 译者扬声传导 亲爱的灵魂们 我是大天使迈克尔 我来这里是为了启发大家 告诉大家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什么 以及如何继续向新的地球前进 我很高兴通过宇宙管道来到这里 今天和你们大家讲话 你们的世界正准备庆祝传统节日 这个称为耶旦节和新年的节日 正如你们现在所知 一切都是由腐败的灵魂 通过创造不同的事件或庆祝活动 而发明和安排的 有一千多种不同的宗教被用来分离人类 并引发基于宗教的误解和争斗 你们的资料显示 地球母亲携带了超过一百亿的存有 你们所有人都是一个整体 与宇宙意识相连 你们携带着不可思议的 不可阻挡的神圣力量 浙江解放银河系的这一部分 数以百万计的不同文明 正在用肉体观看即将到来的扬生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以前从未做过 浙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事件 可以从太空中遇见 盖亚母亲被不同形状的太空缩包围着 宇宙种族有兴趣与人类互动并变得友好 在此之前 你们此刻的任务是在全球范围内团结起来 保护自己不受新世界秩序的影响 光之银和联邦已经保护你们的星球 免受灾难性事件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了 保护地球是必要的 黑暗曾多次试图与居民一起摧毁地球 联盟和特种部队正在清除这个星球上的外来者 并释放那些违背他们意愿被绑架的人 他们使用特殊的制服和设备来发现 和摧毁来自其他世界的不友好实体 现在只剩下一部分了 你们所有人将在灵性上走到一起 用顾问取代全球所有腐败的统治阶级 如果他们越过边界 你们将监督和取代他们 请保持坚强 不要害怕 你们并不孤单 所有的天神 阳生大师和银和都在通过 不断地发送他们的爱和光来给予支持 我大天使迈克尔 相信我亲爱的灵魂们 你们所有人都将成功完成 从黑暗中拯救每个人和地球母亲的使命 其他类似于你们的行星被解放了 所以你们也可以这样做 神圣的力量就在你们的内心 释放它 这是行动的时候 帮助你们自己和其他人连接缺失的点来 完成神圣的计划 每天你们都被来自宇宙的高维能量轰炸 黑暗的灵魂被这些高维能量燃烧 冥想发生在你们的世界各地 使他们更加虚弱和愤怒 因为他们知道无论他们做什么 他们的时间都将结束 他们荣耀的日子已经过去 审判日即将来临 甚至 如果你们现在用肉眼看不见 它正在发生 胜利正在到来 谢谢宇宙管道 把我的爱送给我心爱的灵魂们 你们有能力改变你们的世界 大天使迈克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